做穷人老婆和做妇人老婆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嫁给妇人做老婆 你只要会生一个孩子 你就可以在家里稳坐钓鱼台了 家庭地位那是妥妥的 做穷人的老婆呢 你啥都不用干 你只是要在家里面 作威作福的压榨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呢 也心甘情愿的被你压榨 毕竟呢 也赚不了几个钱 必然也抬不起头 毕竟呢 他也没得选呢 至少晚上呢 也不至于独守空房 这富人的老婆和穷人的老婆 完全不是一种人 做富人的老婆呢 并不能够独享其成 要有颜值啊 要有身材 有智慧 还要有格局 你光胸大屁股大翘 你光胸大屁股翘 毫无用处 你还得啊 有头脑 这样才能够成为 这个男人心中的军事 理应外合 互相的扶持 而财富呢 才能够被你完全的驾驭 否则啊 你被淘汰 只是时间的问题 有一些女人呢 她一看到身边有钱人 就去盲目的崇拜 你根本不知道 这些人 她有多狠 哪个成功的男人 他不是经历了社会的血与腥风啊 你想在他手里面挠钱 要么 你比他老毛生算 要么呢 你就要拿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跟他交换 你见过哪一个富一代的老婆 是淘宝呢 光长得漂亮的女人 富人是不会娶回家的 如果你没有头脑 又没有口袋 赶紧把那不值钱的虚荣心 就收起来吧 虽然这句话说的呢 有点难听 但绝对值得你去细细品啊